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被众多科幻迷 称为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科幻电影的《银翼杀手》2049 影片的世界观架空在2049年的未来世界 复制人技术迅速发展,是一个由人与复制人共存的世界 复制人有着和人类近乎98%的相似度 除了他们右眼的序列号 这也成为了区分复制人和人类的唯一办法 而有着最新技术的九型复制人的任务 就是去猎杀老型号的复制人 而他们统称为银翼杀手 银翼杀手K从上级纳接到任务 要去猎杀一个曾经引发过大断电的八型复制人 拥有新技术的K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 还在这名老复制人的院子里扫描到一个方形的箱子 K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却遭到了女领导的责骂 因为他弄伤了自己的身体 但是K并不在意,这不就是他们复制人的使命吗 能让他对这个世界产生唯一一点慰藉的 应该就是回到家里 那位同样是复制人的女朋友乔依了 K发现的箱子里面放着的是一具女性骸骨 法医发现这具女尸曾经怀孕过 还做了抛妇产 细心的K发现这具女尸身上刻着编码 原来这具女尸不仅是复制人,还怀过孕 这样在场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女领导立刻要求K去将这个复制人生下的孩子杀掉 不可以让世人知道复制人还能生下后代 通过那具女尸身上的编码 K找到了他的信息 但却因为30年前的一场大停电 他的信息非常少 只知道他的丈夫是一个名叫迪卡的军官 但迪卡目前也下落不明 另一边,复制人的制造者 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华莱士 也知道了复制人生育的消息 派他的得力助手陆夫前去调查 并嘱咐一定要把复制人所生的孩子抓到 因为他想获得这个震惊世界的新技术 为了进一步的调查 K回到了老型号复制人的家 在院子的树根上看到了刻着的数字 61021 2021年6月10号 K对这串数字有着不一样的感觉 他童年记忆中在破旧工厂丢弃的木马 底下也刻着这一串一模一样的数字 K带着女友乔一 在档案馆查询这个时间出生的孩子 通过遗传基因编码 他们找到了两名孩子 一男一女 却有着相同的遗传编码 这无疑是有人做了假 K顺着线索来到了孩子出生的一所孤儿院 他发现这就是他脑海中虚假记忆的童年场景 小时候的他把木马丢进了那个焚化炉 他找到了那个丢弃的木马 底下的数字也是真的存在的 难道自己就是那个复制人所生下的孩子吗 可是他不是个复制人吗 K疑惑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童年记忆 他找到了专门给复制人制造虚假记忆的记忆大师 K将自己的童年记忆播放给记忆大师看 记忆大师一边看一边哭 看完对K说 这是真的 K崩溃的大叫 之后K被抓到了女领导的面前 他骗女上司说 那个孩子已经被他杀掉了 女上司很满意 回到家里 女友乔一给K准备了一个情绪类复制人 可是这个复制人 其实是复制人叛军的一员 他在K的衣服里面放置了追踪器 为了躲避陆夫的追踪 K把女友乔一从云终端下载到了他的硬盘里 不死心的K根据木马的复制资料 来到了辐射严重的拉斯维加斯 在这里 他发现了那具女士的丈夫 迪卡 另一边 华莱士的助手陆夫为了得到孩子的消息 把女上司一刀捅死 并找到了K K不敌陆夫还被打成重伤 陆夫掳走了迪卡 并把寄存在硬盘里的女友乔一一脚踩碎了 K哭着昏迷了过去 他在这世界上唯一的危机就这样消失了 K再次醒来 身边站着的却是复制人叛军的首领 首领告诉他 他并不是那个孩子 他只是被制造出来的障眼法 那个孩子是女的 并安慰他 我们都想被生出来 这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由 为正当理由而死 是我们所做的最有人性的事 K在迪卡被押送的路上 将迪卡救了出来 杀死了陆夫 接着将迪卡送到了自己女儿身边 就是那个为复制人知道记忆的记忆大师 最后 身受重伤的K 躺在冰雪覆盖的楼梯上 安详地闭上了眼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或关注 科幻站见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或订阅